虽然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压止了黑暴、港独的囂張违法的行为 但是港独分子并没有完全放弃 仍然是死心不息 继续利用媒体、文化、艺术和刊物等等 这些不同的远对抗的方式 进行鼓吹和渗透 去灌输港独的思想 近期不时仍然是有人宣扬港独的组织 在不同的地方摆设街站 也有大学学生会的内阁 在参选的宣言和政綱中 仍然将暴徒称为义士 宣称要对抗政权 有港独分子为了规备调查 不断改头换面 成立新的组织 并且招揽新的会员 有人以播放纪录片为名 以文化滲透暴力 港独为实 美化暴徒 也有书店在售卖教学和儿童图书的期间 出售宣扬抗争的书籍 摄影集 小说或者自传等等 去荼毒我们的年轻人 因此我们要保持警觉 也要呼吁香港市民 远离被港独的挟救活动 不要被人利用作为港独的保护傘 另一个挑战就是本土恐怖主义的潜伏 犯案的人是有能力 有知识 更加有实际的行动 去策划这些本土恐怖主义 我们更加要防范 自我激化的人 他们表面上是很正常 但可以突然变成孤狼 做出一些恐怖的行为 造成严重的死伤 针对以上的风险 除了严正执法之外 我们也会加强情报分析的工作 令到罪行能够防范于未然 我们也会透过宣传和教育 重建手法的意识 以及向市民讲解 时常见到的犯罪手法 令到市民提高警告